大家好,歡迎大家聽我這條政論 後面這個童樂樂這個叔叔 樣子就很正氣,但是做些事情就很討厭 而且是非常之違反香港人的意願 他說二十三條立法會將這個軟對抗和間諜罪納進去 學者認為這個可能是滅頂之災引起香港 何惠之軟對抗他是有解釋的 包括煽動仇恨、鼓吹暴力 這兩件事我們都勉強可以 其實不是軟對抗,這兩件事是硬對抗 煽動仇恨、鼓吹暴力 打警察,那還是軟?很硬的 沒有東西更硬的了 以武制武,以武制暴 好了,我們不贊成,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呢?他會說是軟對抗呢? 煽動仇恨、鼓吹暴力 我都已經是怪異了,硬對說了 燃燒被激化的情緒 那真的軟了,這件事我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無可知燃燒被激化的情緒 就是我們說話,批評政府 你不可以就這樣,要人家捐起官 諸如此類就激化這個 激化一般人對政府的猜疑 或者有沒有理由叫我去天水圍住這些 選了公屋的,我怎麼彎工呢? 一呼百應,很多人站出來就罵了 又示威又舉牌 鼓勵他們這樣做的區議員好 社工好,那你就激化了 那又是犯國安 警察是這樣的,你見不見 早前,毛家姐去示威 警察說你可能犯國安 那些警察是誰說的?鄧炳強說的 什麼都國安 近來已經有一位 就是靖海後就指控這個 特區官員,特別是鄧炳強和李家超 犯國安化 那質問,究竟我們要一個什麼香港呢? 怎麼保留香港特色呢? 香港特色就不是你什麼都國安 什麼都國安,什麼都國安 比我們後面紅當當 那國內都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麼說呢? 國內沒有所謂激化情緒的 有這個罪的嗎? 尋人之事就有什麼叫激化情緒呢? 鼓吹暴力傳載的,煽動仇恨 好像都沒有的 是那些港人權的地方才說 你不要做種族仇恨煽動 好了,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二十三條並沒有這個字眼的 二十三條並沒有間諜罪 而間諜罪不是等於這些 激化情緒 鼓吹暴力,那算什麼意思呢? 大家要想,你不要跟著他講 我喜歡放什麼 你不要把你媽媽的名字放進去 二十三條,是不是? 你不可以的嘛 你不可以隨便什麼都放進去 二十三條是根據《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嘛 第三條有沒有說激化情緒啊 仇恨啊,煽動啊,暴力啊 沒有啊 這些是其他地方犯法 其他你去想 其他立法 為什麼你懷疑在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 順便塞進去呢? 請問鄧美強 你除了什麼都利用這個國安的理由 是不是?二十三條都是國安的 扮國安化它 難怪給國內的較有頭腦的 KOA的評論員 不點名罵你,下次點名罵你 你這個人真的沒有腦子的 我發覺你也沒有邏輯的 是不是? 我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跟二十三條無關的 你說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將這些間諜罪 二十三條不是說間諜罪 是說攝取國家機密 當然攝取國家機密是間諜的一種 但是你攝取機密 攝取機密是攝取機密的 不是仇恨 不是激化矛盾 也不是偷東西 也不是網絡 網絡可以攝取機密 因為國內的間諜 反間諜法 將這些 在網絡上 破壞網絡的安全 拿資料 或者入侵電腦 就是所謂網絡犯罪 我們一邊講的 是hacking hacker 這些就是套了 叫做間諜罪 那國內的間諜兩個字 由得來 你喜歡的 你就立一條法例 叫做間諜罪的例 大陸的抄過來 前兩個星期有講過 七月一號生效了 另一個話題 我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評論過 這裏沒有評論過 就是 因為有這樣的法例的時候 間諜的法例 就引致很多外商 就紛紛準備撤出中國 還有它覺得有危險 它可能要傳兩個伺服器 有兩套東西 有一套要交給你 一套交給你 一來那些資料 在中國會不會被逼交給你呢 帶資料進來有事 帶資料出去又有事 那就搞到它很不方便 那這個已經是滅頂之災了 有學者形容 對中國的外商來講 紛紛撤離了 香港不是中國 我們無需理會它 是不是 第一版 間諜法 反間諜法 應該是我沒有記錯 就是2015年的時候 立的時候 有新聞看得回的 當時問當時的梁振英 他說不需要理 因為我們是用二十三條的 好了 那現在二十三條立了 那你就跟著二十三不斷的字眼 涉取國家機密就是涉取國家機密 涉取國家機密 涉取國家機密是一種間諜 那就是間諜 但是你不是因為 將間諜這個概念 用新的間諜觀念 擺進去二十三條 還有就是 鄧美群講的 將軟對抗都放進去 軟對抗就是剛才這些 激化矛盾 總之其實 你講我們的理解 他這樣講 一句就解釋了 批評政府就是 就是軟對抗 批評政府就是軟對抗 你不出聲什麼都聽話了 那就對了 差人治港 我都說這個是最大的危機 香港現在連國內的學者都出聲 香港搞成這樣 消極落實一國兩制 你怎麼保護香港的獨特性 香港獨特性 如果你沒有了這兩個東西 就變成了特區不特 明珠不明 香港不鄉 那你基本上是反戀的 現在香港就有這樣的思潮 零左勿右 有左反左 有右反右 我們不可以接受這樣的左的官員 在國內左都是一個罪 你知不知道 我總之說你和李家超 都不懂國內政治 從來都不懂 不懂就不要自有聰明 多點看本視頻 多點看看中國 其他的有益的中國知識 看大紀元之類 真是瞭解中國 不要愚愚愚 個人沒有識見就是這樣 自以為是 當然了 有些說法就是北京叫的 如果北京叫呢 為什麼北京又會出現這個 靖海侯這些文 證明國內都是有不同的見解 有不同的官員 這樣我們就不理的 我們看電影而已 我們都是抗拒 當然我們一定要抗拒 人權的東西 所有香港人 你是維護人權的 你自然懂得的 你說這些藍絲 他們磨著磨著 這些藍絲你不要出聲 叫他們不要抗議 引入外勞 你的工聯會不要出聲 他們都出聲了 軟對抗 哈哈 軟對抗 將來你們有事 你以為我有事 我習慣了 我一向都是這樣 我做了這樣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什麼 冷對抗什麼軟對抗 我總之言論之後我就批評了 直到 是不是 被關 被光 我想所有做媒體的人 基本精神都是一樣 我理得理什麼 是不是 你這些叫做 不是叫做活躍反正 你是推中國進入一個極權社會 將香港 變為比中國更極權更獨裁的地方 而你們呢 吃這個國安飯上位的這幫這樣的人呢 李家超、鄧炳強、林定國 最近已經開始有人講這些話了 還是建制的人來 建制的人開始講了 矯枉過正 用了這些字眼 很多好的字眼 不懂得適可而止 不瞭解什麼是香港的獨特性 不懂得揚長臂短 不懂得善用天時地利 不懂得保佑香港寫的多元文化 就是你這些人事意破壞 暫時罪名都很大的其實 所有發展進一步 看你搞這個23條立法 這個版本出來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事 我們都講過很多次了 23條我希望有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是我 我認為很多地方是從 跟這個 國安法是重疊的 是不是 如果有呢 例如這邊就是 就是 叛國嘛 煽動叛亂嘛 國安法就叫做分裂國家巅峰差不多的東西 這兩樣 你說不是其實是 兩樣東西其實是一件事 總之是搞分裂啦 搞分裂啦 推翻政府啦 總之推翻政府什麼都是的 是不是 這樣呢 相同的 是不是 那麼 攝取國家機密呢 其實有 很密法啦 其他就沒有啦 是 當然啦 反恐啦 但是香港有反恐法例的 有反恐條例的 所以沒有關係的 也都 是 至於外國政府在香港活動啦 那麼 國安法還寬啦 那麼 23條是較好的 因為說明禁止他的政團在香港活動 那不關我們事啦 但是禁止香港的政團呢 跟他建立聯繫 那 就是 其實是紮缸勾結啦 建立聯繫才有事啦 聊聊聊聊聊聊的那些 有些交流活動啊 去研討會啊 現在就有事啦 接受訪問啦 接受外國勢力的 勾結的 這樣就已經中了啦 現在很容易的 當然啦 要等案例出啦 沒有案例啦 但是你說如果 23條的論文寫法 怎麼都是困了 你跟那個組織有關係呀 建立聯繫呀 是 或者禁止他們在香港活動 那所以23條是較為長啦 而國安法就是 勾結外國勢力 勾結兩個字就包了所有的東西 所以有了 23條呢 理論上就清楚了的 那國安法就可以取消了 我一向都認為取消 為什麼呢 就是全世界都給壓力 香港政府是要取消的 你留意就知道了 歐盟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英國是這樣 澳洲是這樣 聯合國都是這樣 叫你盡快取消 聯合國的人權 事務委員會 叫你盡快取消這個香港國安法 是 那他經常說 在別的地方都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 那23條就是了 23條是不是 是的 那如果你入了 那你還要國安法來做什麼呢 那好聽些嘛 取消了它 那已經可以取消了那些通緝令 那些通緝令你全部通緝不了 而且各國交商指責你 干擾他的公民 還去袁洪 追殺這個袁巴那些做法 或者去律師會投訴這幾個 引致國際大律師公會 反擊 批評你 是不是 那這些引出這麼多事 都不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 這些人 就是專門做這些壞事 和國安有關的壞事 踩著那些小孩的鮮血 是吧 上位 19年都還說 社會大亂 是吧 又不到民不聊生 我們記起那時候的經濟非常好 比現在幾倍 無論如何 可以很亂的 經常要停地鐵 有什麼 民不聊生 沒有民不聊生 社會很亂 大家都不舒服 停了 你們上了位 社會已經沒事了 現在要復上了 靖海侯說 我們怎樣 由志及興 怎樣將香港的優勢發揮出來 如果你現在這樣 將撥亂反正 和香港的獨特性 令到香港由志復興 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 你將這件事 本來叫你撥亂反正 就回復這幾件事 保持香港的獨特性 是不是 由志及興 和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 本來是要你撥亂反正去做這件事 但不是 你越撥就越亂 反過來 是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對立起來了 剛剛對立起來了 就是將這幾件事破壞了 破壞了香港的獨特性 破壞了香港的興起伏上 是不是 鞏固不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還得罪了全世界 得罪了全世界 全世界是來罵你 但是呢 多有一個說法 包括原來倡廣 這幫官 不會想這些事情 他顧著自己的工作 他就是靠左 零左脈右 越左 越升級 越多事 真的有人出來撥東西 重視這幫武將 所以為了這樣 你不扔東西 現在就香港太太平了 他們就周身不舒服了 他們沒有了共有性了 行了 你們可以退休了 你們這幫警察 保官 是不是可以退休了 讓位給民官 或者負責經濟的人去做 持權 不捨得這份工作 那個權力 那他就要搞事了 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我不是說你是 我不是說你是 你可以說我什麼仇恨等等 由國安法抓我 但是我現在說有人敢說 而那些是國內的人 寫了很強的文 香港有很多人在呼應 建制裏面 鄧炳強你就要搞定這些情況 政治是需要手腕的 至於你的所謂二十三條立法 那本來你說二十三條立法 我沒有想過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你突然說 將軟對抗 將軟對抗和這個 反間諜放進去 我相信 引起衝突 引起香港市民的反感 或者我不管香港市民 怎麼想 就算是建制派 甚至乎中方 就是北京 一些教有頭腦的學者 其實已經表達了不滿了 我一本 本視頻 早幾天才 什麼 合成回顧 給字母合成回顧 本視頻 看中國合成回顧 那裡 拿回一條 我介紹田飛龍 三月那時候 接受星島訪問的時候 講 他其實說 你現在 你想想三月那時候 是什麼事情 兩大開圓 喂 完了 阿習已經穩定了 不要再搞這麼多政治了 搞經濟 他提議是司法大和解 但是這三個月來 你看看這幾個 國安上位的那些官 不單止不想著 令社會平和和平 大家開心 司法大和解 是繼續趕盡殺絕 追擊所有 和社會正義行動有關的人 不單止這樣 現在準備繼續 23條落法 成功了 越多事 越要靠他們這些 握槍的人 穩定社會 他們的工作就穩定了 但是香港的利益 香港人就陪他瘋了 那究竟 習近平是不是 支持你呢 夏寶龍究竟明不明這些呢 我小小視頻都算是 一個小小節目我們都算是 講道理而已 聽聽聽不聽就罷了 好 多謝大家